上一节课呢 我们讨论到了关于金融创新 它的原因 特别是金融创新的种类原因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个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讨论呢 在金融创新过程当中 对于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怎么来把握 因为当代的金融创新 从70年代到现在 一直高潮迭起 持续不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同学们可能也关注到了 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 首先呢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有利的一方面 那么应该说 当代金融创新 对于经济和金融发展 它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贡献 或者说是一个客观现实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呢 它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 尤其是新的管理的方面的创新 和新技术的创新 改变了原来金融机构的运行模式 那么使得现在金融机构呢 它的这个运行和管理效率大为提升 特别是IT技术的应用 使得现在的金融的运行和管理呢 对于计算机的依赖 以及计算机应用的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非常的广泛和深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是大大提升 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知道 金融机构的结算是非常慢的 它对于客户的结算 比如一个脱收成付 这么一个过程要走13道环节 通常有还要走邮政系统 所以最低也得15天以上 但是现在呢 我们说有了计算机 这个现在都可以实施到账 那么无论是国内同城的 或者异地的 甚或是国际之间的这种结算 只要你输入所有的信息 一个回车几秒钟 就可以实施到账 所以这个运作效率是非常之高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 现在主要国家 非现金清算方式 占比都非常之大 那么这种非现金清算方式 实际上是金融机构 在资金的运动 和特别是转账清算方面 大幅度提高效率的一个例证 另一方面呢 包括采用这个信用卡 大大的便利了现在的支付结算 那么这样呢 也是我们金融机构 运作效率提高的一个表现 当然我们说金融市场的结算 也是这样 对吧 大多数都可以做T加零 而且呢 现在都是实时的这个登记 和清算这个系统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是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 应该说在金融市场上呢 在金融创新之后 由于大量的新型金融工具 和金融交易的出现 使得现代金融市场 无论是规模 还是领种 还是参与者 都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一下 现在国际债券和票据的发行额 从80年代到这个次贷危机 包括次贷危机之后 现在大幅的增长 次贷危机之后 也还是在高位运行的 那么国际债券市场的结构来看呢 发达国家仍然是占主导地位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比重 现在在提升 特别是国际金融组织的 这个比重也在提升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我们现在债券市场的结构 多元化了 再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跨国货币市场工具的规模 跨国的货币市场工具 在08年危机前后呢 达到了一个峰值 它达到了14000多亿美元的存量 所以呢 在货币市场上应该说 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之快 那么这是世界主要证券交易所的 上市公司数和股票交易所 这是纽交所的 股票的交易 尤其是在08年前后达到一峰值 那么上市公司的这个加速呢 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 08年掉下来 但是现在它又恢复了 并且在同学们可能也关注到 最近在这个一个月以来吧 美国的股票市场表现 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那么也可能很多经济学家们在分析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即将走出危机的阴影 那么这是纳斯达克的 大家可以看出08年的时候都是峰值 都是峰顶啊 这是这个东京证券交易所 规模也是非常之大 这是德意志交易所的 这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出呢 在金融市场上 以这个证券所为代表 以跨国的货币市场工具 为这个货币市场的代表 那么在金融市场方面的运作效率 是大幅度的提升 它更便利于投融资者的这个活动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资者 都能找到相对满意的投资对象和投资工具 第三呢 就是增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能力 其中呢 最突出的 就是全世界 在所有产业规模当中 同学们知道 银行业始终是占逐的 那么在全球银行业的发展当中 从70年代金融创新之后 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条 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这显示着呢 银行业的规模 在急剧的攀升 那么从最初 也就是这个 一万多亿 不到两万亿的规模 从七七年的时候 那么发展到现在呢 超过四十万亿 将近最峰值的时候超过四十万亿 现在也是在三十万亿以上 全球一千家大银行 一级资本和资产回报率的变化来看 特别是一级资本的规模来看 那么因为次贷危机之后 随着巴塞尔委员会 特别是巴塞尔三的这个实施 那么现在一级资本的增长非常之快 尤其是中国银行业的一级资本的增长 速度非常快 那么现在呢 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 08年之后 资本回报率大幅的下降 这个主要是受次贷危机影响之后 受到了重挫所谓的 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呢 总体上来看呢 应该说产业的能量 金融产业的发展能力 总体上规模是很大的 第四个呢 就是增强了金融的作用力 使得金融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从过去最早的 仅仅是便利 发展到了现在 成为经济运行的先导 那么任何企业 他要想进行投资 拿不到融资 他就没法进行 正在进行当中的投资项目 如果没有继续的融资 他就无法继续进行 所以金融成为了经济的核心 那么这些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各章都讲过了 我们到这儿需要拢一下 大家到现在为止 就需要把各章的这个点都接上 这样你就不是一个零碎的 一点一点的去死机应被 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 当代金融创新 在促进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矛盾和挑战 其中 首先是对金融运作和宏观调控 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那么因为在金融创新过程当中 这些新型金融工具的广泛的运用 包括新型交易的广泛运用 特别是虚拟化程度的提升和杠杆化程度的提升 使得现代的金融运作陆续的和实体经济的脱节越来越大 就是它的金融的你看金融市场 热热闹闹 但是呢 真正钱流入实体的并不多 在金融市场空转的比较多 那么乃至于现代金融机构 也是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交易活动 来博取一些这个利差 所以这样呢 它对于我们的金融运作 实际上就是你看着总量那么大 真正进入实体的不多 特别是次代危机过程当中 由于投行这个在这中间呢 是最活跃的主体 但是投行在这个中间也犯了一些方向性的错误 就是他们所创设的大量的金融工具 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而主要是为了赚钱 为了套利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它对经济运作宏观调控的负面影响很大 那么包括现在我们前面也讲过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由于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 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 使得现在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越来越大 特别是我们上节课讨论的这个影子银行 那么这些金融机构 它都是游离在现有的金融监管的框架之外 但是他们也都是一种创新的一种反应 过去没有 那么现在它出现了 这种出现我们上次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小组同学和同学们提问都很好 它虽然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它客观上也有很多负面的 如果你不加以控制 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呢 对货币政策的实施 有不利的影响 那么现在货币政策的实施 可以说越来越难 难度再加大 不仅是我们前面讨论货币需求的时候 我们说呢 受到很多金融创新的影响 使得货币需求函数越来越不稳定了 对吧 过去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 可测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决定影响因素 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 那么现在通过金融创新之后 替代性高了 弹性大了 所以货币需求变得不稳定 从货币供给来看呢 由于它内生性在增强 所以呢 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 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量的难度加大 那么从以利率为中介指标的这种 货币政策框架来看呢 也是因为金融创新之后 利率的波动性加大 央行调控利率 带来对实体经济的这种冲击越来越大 这也制约了央行这种行为 所以这也是我们理解 为什么中国迟迟没有最后放开存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怕放开以后负作用太大 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看来呢 这个光管也不是事儿 这个市场化毕竟是最终的发展之路 但是客观上来看呢 由于金融创新的出现 使得货币政策的越来越困难 实时带来了很多困难 那么第三呢就是非常凸显的就是增加了金融风险 降低了金融业的稳定性 那么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增加了金融风险 本来同学们也可能看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教材和一些专注当中都谈到 金融创新本来很多是为了规避风险 为了管理风险 而创造的一些新工具 新交易 新管理 但是呢在现实当中 由于我们的创新过程当中 有一些方向性的误导 就是脱离实体经济 这个方向的误导 使得呢现在有很多金融工具的创新 不仅没有减少风险 反而增加了风险 比如在次贷危机当中 以两房这个房利美和房地美 他们所资产做抵押 所发行的CDS之类的 各种结构性的工具 其实呢 我们说他们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它在不断的 解控和重组过程当中 风险 它的信息是 风险的信息链是隔裂的 隔裂 换句话说后面的投资者 不知道原始 这个资产池里面 这些资产是什么样的资产 也不知道这些资产发生了什么变化 它虽然收益链还是连续的 但是风险链被隔裂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它事实上增加了风险 而有很多金融创新的工具 和创新的这种新型的一些金融交易 本身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 金融风险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 有增无减 特别是次贷危机的爆发 可以说把这个这一点呢 做了一个最好的现实的诠释 那么对金融业来说 确实是稳定性在下降 脆弱性在提高 第四呢 我们说它最大的这个弊端 就是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 和泡沫膨胀的不良倾向 那么由于金融创新过程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创新的工具 和创新的交易 是为了这个投机获利 目的就是为了投机获利 再加上高杠杆率和虚拟化的取向 所以呢 它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金融衍生产品 那么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 在不断的膨胀 比如说CDO 2003年的时候还不足100亿 那么到了2006年 你看三年之间就变了2000亿 增长了20倍 而CDS就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结构性的金融产品 它在2000年的时候只是6300亿美元 但是呢到危机之前 07年底达到封顶的时候已经是62万亿了 所以你看它这个膨胀的速度 那么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看呢 包括次接债 总规模占抵押贷款市场总额的比重 2001年的时候只有5.6% 但是呢到了06年的时候 占抵押贷款市场总额的比重已经20% 而基础资产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一个膨胀的问题 包括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 同学们可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 在07年的时候达到了封顶 然后呢08年受一点影响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减少 是吧 在11年的时候呢还在继续攀升 所以现在一直是在高位 这个概念是多少呢 衍生品市场的交易 合约的民意金额大约是700万亿 那么这个是场外交易的衍生品市场 这是总市值来看 总是刚才是民意合约 这是总市值 那么总市值在08年达到了一个封顶 达到了封顶 35万亿美元 这都是巨额的 那么我们说呢 次在危机前后 全球的结构化金融工具 也是变化很大 03年很低的发展程度 而到了到06年的时候都突破了 这是万亿啊 万亿的单位 这就没法说 结构化产品 它的名义 这个合约的价值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金融杠杆率过高 由此呢引发了泡沫经济的问题 其中比如说 美国投资银行 平均表内的杠杆率 是30倍 同学们要注意 平均的 所有的美国投资银行 那么像华尔街 五大这些 走在前列的投行还要高 这是表内 表外是多少呢 20倍 所以总体上高达50倍 这么高的杠杆率 你想它能不鼓泡吗 对不对 包括两房 房地美 房地美 为什么会出问题 因为它杠杆率高达62.5倍 包括对冲基金 所有的对冲基金 财务杠杆 大致上 都是在30到40倍 所以通过这些数据 我想同学们 应该不难理解 为什么美国次贷危机 这么深重 有人说 你爬的高 摔的很 泡沫 鼓的时候 把你顶得很高 泡沫 摔得很重 因为确实是这个杠杆率太高 太高 所以呢 美国大型金融机构 在次贷危机当中 损失很多 对吧 比如说 美龄证券 包括雷曼是那个什么 很快就被被接管了 破产了 对吧 美龄这个贝尔斯登也是 那么这个包括花信银行 其实损失也很大 那么以及呢 次贷危机期间 美国银行倒闭 08年的时候 包括它的倒闭 倒闭的加速 也很多 是这个倒闭的资产也很高 那么我们说 这个是 它的资产总额 那么到了这个 10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银行倒闭加速 10年是157家 是吧 09年的时候 140家 因为刚刚开始次贷危机 说还不显 陆续的这个倒闭 而这个损失的资产总额 08年 当年就损失了3000多亿 所以呢 我们说 包括还要加上保险公司的损失 所以损失是非常之大 因此我们说呢 金融创新 它就像一面双刃剑一样 我们理解金融创新 就要理解它这个双刃剑作用 不能因为 说它有正作用 我们就忽略它负作用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它有副作用 我们就不要创新 不要发展 那么正确的方向 应该是使得金融创新 能够有一个好的理念 就我们前面给同学们讲的 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为广大民众服务的理念 这是最基本的 也是最安全的 对吧 我们前面给大家这个专门介绍了 这个耶路大学的希勒教授的 这个著名的这个 他现在这个论断已经在全世界流传非常之宽 应该说大多数人非常认可 那么这是我们对金融创新的问题的理解 希望通过这些讲解呢 同学们能够更好的来理解金融创新 因为创新这个词 现在在我们国内也是提的非常的多 对吧 同学们将来到工作岗位也会面临着很多的创新的任务 创新的要求 怎么来理解这个金融创新 怎么样来杨利异弊的 使得金融创新更好的为经济和金融发展服务 这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